原创不易,请随手关注,作者,一品文团队最荒凉的沙漠,无数全进转,第二次世界大战中,日本在偷袭了美军珍珠港以后,大军立即南下,菲律宾,马来亚,印尼等地, 迅速沦陷,而当年驻守菲律宾的美军将军迈克阿瑟,被日本人逼得上蹿下跳,急得向丧家吃犬一番,最后为了不当俘虏,只能趁着日军没有完全封锁海面,乘着鱼雷快艇,抛弃了驻扎菲律宾的美军士兵,自己跑了,当然人家说了,我会回来的,迈克阿瑟当年就是乘坐这种鱼雷艇,逃离菲律宾的虽说迈克阿瑟说了自己会回来, 可是,被俘虏的美国大兵们,很多却等不到了,投降日军的美飞联军大约8万人左右,日本人为了削弱和羞辱这些少野兵,日本人称其为迷鹰鬼畜,特意搞了一次死亡行军,也就是不给这些人食物和水,押借着这些俘虏,转移到120多公里外的战俘营, 120公里,如果开车走高速的确没什么,一个小时就能跑到,但是,对于士气低落,又没有食物和水的战俘来说,整整走了6天,一路上伤病掉队,被日军杀死的人随处可见,最后到达战俘营的时候,已经死了大约15000人, 这对于麦克阿瑟来说,可谓启齿大辱,终于他等来了复仇的机会,虽然他实现自己的诺言回来了,但是牺牲的美军战士再也回不来了,日本天皇在1945年8月15日下,全世界宣布了无条,见投降的诏书,而麦克阿瑟被任命为,执掌日本战后生死的人,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半个月后,他给自己的专机,起名叫巴丹号, 抵达东京机场后,在各国媒体目前,麦克阿瑟正式宣布接管日本,麦克阿瑟自己也想不到,几年前差点成为日本人俘虏的他,居然现在握有日本七千多万人口的生死大权,别说那些战犯听他发落,就连日本天皇见到他也害怕,因为麦克阿瑟随时可以被除天皇,这就是真正的生杀大权,这张合影,几乎把天皇高大 的形象完全毁灭了日本天皇,自从战败就十分害怕美国人会废了自己,但是却得不到任何回应,心里害怕呀,晚上都睡不着,只能偷偷跑去美国驻日大使馆拜访麦克阿瑟,而麦克阿瑟见到了日本天皇羽人后以命令的口吻说,请站到这里来,天皇羽人哪里敢违抗,只能唯唯诺诺地站过去了, 这时候麦克阿瑟趁羽人还晕头转向的时候,让摄像师拍了个照,这可好玩了,两人的合影里麦克阿瑟神气十足,而羽人一脸猛逼的样子,这张照片洗出来后,麦克阿瑟非常满意,立即在各大日本报纸上发表,天皇知道自己出臭了, 却无计可失,日本民众看到这张照片瞬间被惊呆了,这天皇怎么被人折腾成这个样子了,还是传说中那个神一般的天皇吗?麦克阿瑟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接受日本投降 其实,麦克阿瑟要的救,是这种效果,为了继续打击天皇,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,他又以威胁退出天皇制度为筹码,逼迫日本天皇羽人,向全体国民发表了人间宣言,正是从法律层面承认了他自己不是神,只是一个凡人而已,从此天皇被彻底地拉下了神坛,再也没有以前那种至高无上的权威了,而麦克阿瑟觉得还是不够, 那就继续羞辱吧,审判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,选在日本天皇羽人生日的那天开庭,而黄太子明人就是现在的平成天皇生日那天,远东法庭将七个日本甲级战犯除以死刑,乔哲隐俩被言语的连个生日都没法好好过了,甚至麦克阿瑟还和天皇羽人开玩笑,既然日本都已经战败了,你的士兵为国捐去,陛下为什么? 不抠腹自杀殉国呢?虽然是玩笑话,但是也把天皇羽人吓出一身冷汗,生怕得罪了麦克阿瑟真的被罪了,飞扬拔护的麦克阿瑟,后来是因为被中国志愿军,教训了才收起锋芒。 不仅如此,麦克阿瑟在日本的飞扬拔护,甚至到了嚣张的程度,比如他乘坐的汽车所到之处,大家都得给他让路,连路边执行任务的日本士兵都不能正视他,必须被过身去,甚至连砸到口路过的火车,如果遇到他出行,都必须紧急停车让道。 从此,这个原本差点成为日军俘虏的麦克阿瑟,成为了日本的泰山皇,再也没人敢反对,他也可以大展拳脚地实行改造日本的计划,参考资料,麦克阿瑟传奇,日本的战后改造,太平洋战场。